同伴時間線 帶你回到事發最前線 你好 我是李嘉明 70年代 連環殺人犯這個名詞 首度被應用在媒體之上 然而這也象徵著 一個世代的動盪不安 節目一開始 要帶你回到1974年 美國的華盛頓州 接二連三 有女大學生失蹤 他們都有著共同的特徵 一頭深色長髮 漂亮又親切 而且在短短半年之內 已經有八個人失蹤 然而這有可能會是 同一個犯人犯案嗎 然而狡猾的嫌犯 她悄悄地離開了華盛頓州 魔爪伸向了院 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猶他州 甚至連警察局長的女兒 都慘遭毒手 這當警方既憤慨又絕望之際 突然有一名全身試傷 滿臉驚恐的少女 她跑到了警局 因為她差點遭到綁架 這名少女會是警方破案的關鍵嗎 1974年1月31日 在當地電台擔任氣象節目主持人的琳達 沒有去上班 空蕩蕩的臥室卻有著令人不安 報紙上還刊登著琳達失蹤的消息 同一區域卻又有女大學生失蹤 在華盛頓大學恐懼開始蔓延 六個月內發生六起未解失蹤案 幾乎每個月都有年輕女大學生消失 而她們的共同點 就是聰明 友善 漂亮 而且有著一頭深色長髮 我對我來說很明顯 有些事有很糟糕的事有很糟糕的事 在西亞瓦裡很瘋狂 人們都被嚇壞了 我們在KJR開始 並列入女生 第3、第4、第5、第6、第6 狡猾的嫌犯沒有留下任何的線索 無助的警方甚至開始懷疑邪教作案 無頭蒼蠅般的搜索徒勞無功 也阻止不了殘酷的兇手 一次一次又一次地伸出魔爪 事實中案上升到了八起 但这也是第一次 有了嫌犯的线索 一个画像 一样淡黄色的福斯金龟车 还有他的开场白 华盛顿警方很有信心 这些线索能够带着他们 找到隐藏在暗夜的恶魔 甚至能够帮助这些女孩脱逃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远在一千十百公里外的 有他州 出现了病人罚指的案件 当时看着一件又一件的凶杀案报道 凯罗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遭遇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恶梦 1974年11月8日 凯罗到超市逛街 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警察 要求他到警局做笔录 然而他一上车 对方却开往人渊攜手的小路 还拿出手铐 扣住他的一只手 凯罗奋力挣扎 逃出车外 对方却追了上来 还扬言要杀了他 就在凯罗逃脱之后的五个小时 一名叫做戴比的女孩 被发现沉湿在附近 体育馆的停车场 现场留下的一把钥匙 正好可以打开凯罗的手扣 一桩又一桩的案件 在此时逐渐地串联起来 华盛顿州的失踪案 正式升级为谋杀案 随着侦察队上山搜查的记者华德 看到现场散落的骸骨 喊毛指数 有个可怕的想法 在他心头所现 1975年的8月 警方在公路上攔查到了 一辆可疑的金轨车 原先怀疑是隐君子 却在搜查时有了惊人发现 警察找到了一辆浴室袋 里面有一个骸网袋 和冰箱 和一些坏的坏 这些可疑的物品 让警方联想到 这可怕的连环谋害案 但是眼前证明 隐俊有礼的嫌疑人 是犹他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坏人 为了理清真相 警方想到了一位 能够指认出凶手的人 唯一的幸存者 凯利 看看这个人 蓝眼卷法散发出迷人的声势气息 他是泰德邦迪 一名心理与法律系的高才生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杀人犯 然而他与犯案轨迹重叠的经历 让警方不得不怀疑他 而为了查清真相 警方特别将他引渡到科罗拉多 因为泰德曾经在受害者失踪的时间 入住了同一间饭店 但是警方都还没有调查清楚 他居然凭宫消失了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凯罗的指认之下 泰德邦迪已绑架未遂 遭到定罪 为了理清他到底是不是凶残的连环杀人魔 警方将引渡他到科罗拉多州受审 你还会觉得你犯罪 你还会觉得那种犯罪吗 那种犯罪 是的 比起来 我感觉我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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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来 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 你不是犯罪 我不是犯罪 接受记者访问还能开玩笑 泰德邦迪对审判信心十足 由于他是法律系学生 形象良好 而且配合调查 法院允许他到院内图书馆翻阅资料 却没想到他借此跳窗逃狱 逃到山区整整六天 又冷又饿的泰德邦迪 最后受不了逃回市区 最终被巡逻园警逮到 然而他并未放弃 被关进监狱之后 他花心思观察监狱构造 从玉油手中购入巨条 在天花板上凿动 内心等待最佳时机 第2次选择 Ted was quite creative lost some weight and hacked his way through the ceiling he managed to climb on some books lift himself into the ceiling crawl through the ceiling area into the apartment of one of the jailers which was above his prison cell he took some of the jailers clothing and walked out the front door 泰德邦迪 第二次的逃狱 让帮他鉴定心理状态的医师 不寒而栗 他想起了他们第一次的对话 那深如海一般 逛不进去的蓝色眼睛 事实证明艾尔博士是正确的 泰德邦迪第二次的逃狱是史上最大的错误 而这场灾难的代价是三条人命 Frighton co-eds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in Tallahassee walked a class in groups today while detectives tried to track a man who slipped into a sorority house early yesterday and murdered two women 12年 old Kimberly Diane Leach went to school Thursday February 9th here at Lake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by mid-morning she was missing and no one has seen or heard from her since 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弗洛里达出现三死三重伤的惨案 引起当地恐慌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场交通零件 居然让警方带到了逍遥法外的泰德邦迪 泰德邦迪就在佛罗里达 接二连三的谋害案 真相近在眼前 然而没有DNA 没有指纹的时代 为了将这个前所未有的 世纪恶魔绑上电影 警方必须要有更关键的证据 逃狱后的泰德邦迪仿佛脱将野马 失控了他不如以往谨慎 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胜利标志 这也成了定罪的关键证据 完全吻合的牙印 让他逃脱不了法律制裁 辩护律师建议泰德邦迪 同意警方的认罪协议 供出所有罪行换取 无奇徒刑 却没想到疯狂的泰德 坚决不认罪 还当庭FIRE律师 自己当起了自己的辩护人 fact if you can officer first bitch Regal step by step if you can officer what did you do next step by step i went in 3 andaz observed young lady like on her right hand side asking him to relate in excruciating detail what you saw when you first got there over and over again it could be perceived that she had encountered the crime scene before 前所未有 伤害超过30人的连环杀人犯 创下美国首次电视直播庭审 更有超过9个国家的媒体 争相报道 这种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满足了泰德邦迪变态的自尊心 他更放肆地在法庭上 向女友求婚 Caryl 你喜欢美国吗 我喜欢美国 狂妄的泰德邦迪举不认罪 还把法庭变成自己的仇爱现场 但证人证据充分的情况之下 1979年7月24日 某州姐妹会谋杀案 泰德邦迪两项一级谋杀罪成立 被判处死刑 I just really will summarize it California, Oregon, Washington, Idaho, Utah, Colorado, Florida 连自己都记不清楚 到底残害多少少女 从访问泰德邦迪超过100个小时的记者史蒂芬 他所公布的录音档当中 发现他会开始作案 或许与初恋女友分手脱不了关系 泰德邦迪的受害人 大多诱着与初恋女友相似的发型跟长相 高傲的泰德邦迪 不允许自己成为被甩的可怜虫 对女性的仇视 似乎在此时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这也让原本有着大好虔诚的英俊都才生 奏向犯罪毕与 残害30名少女的连环杀人魔 终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生命来假 接下来的这起国际选案 时间要回到1991年 南韩首尔江南区的一处社区 一名九岁男童李恒浩 他放学之后在住家社区的游戏场玩耍 但是却迟迟没有回家 突然间家里接到了一通电话 绑匪来电开价7000万韩币换男童一命 而且绑匪一再心动家属 更改交付赎金的地点 还要家属像寻宝一样 去找一张旧儿纸条 让南童的父母备受煎熬 而双方就这样 周旋到了第44天 有民众在汉江旁的一个下水道 发现了一具南童的遗体 不幸的是 这具遗体就是遭到绑架的李恒浩 法医相验之后更发现 南童胃部残留的食物 就是失踪当晚所吃的东西 也就是说 他被绑架的第二天 就遭到绑匪撕票 而周团小组曾经锁定 南童的舅舅是重要嫌疑人 因为他曾经向亨浩的爸爸借钱 但是遭到拒绝 而且透过声文比对 发现与绑匪相似度 高达92% 凶手会是他吗 而整起事件还被翻拍成电影 剧中南童韩尚宇 就是真实事件当中的李恒浩 而电影中还播出歹徒的真实声音 带你一起透过实际的线索 一起来抽丝剥茧 仿佛有冤情般的大雨 下在冰冷的汗江上 九岁男童李恒浩的遗体 被警方发现就倒在一旁 家属实在难以接受 都经过了这么多天的努力了 却还是无法再度听见 孩子开朗的小声 首尔江南区小欧亭的一处社区 小学三年级的恒浩 是个圆滚滚的活泼小男孩 妈妈为了他的健康着想 严格要求他不能搭电梯 要爬楼梯 每天还安排例行运动 到社区的游乐场跳绳减肥 这一天傍晚五点多 很好趁着妈妈在煮晚饭 没空牵食她运动 她拿着零用钱 买来最爱的巧克力球 独自一个人坐在秋千上 享受甜蜜滋味 但暗夜中温死神 却一步步地向他靠近 很好的妈妈焦急地打给儿子 最要好的朋友们 愿晚餐时间都过了 孩子却没有回家 很好的爸 这时还老神在在 仍然儿子只是贪玩 忘了时间 但随着午夜钟晓 大半夜的来电 话筒那一端 什么话都没说就挂断 是儿子他玩怕挨骂吗 还是父母心中最担心的事 这是一通路人勒熟的电话 绑匪用冷冷的口吻 开口要价七千万韩元 想要孩子平安回家 就得听从他的指示 否则就再也见不到 宝贝儿子 好可怕 好可怕 逃过最漫长的一夜 隔天一早 很好的爸爸到银行办理贷款 要筹七千万韩元救儿子 他着急出门 知道连皮鞋两边 穿不同款式都没发现 为了能让孩子平安回家 很好的爸爸听从绑匪的每一道命令 包括把车辆停在停车场的某个角落 连开两次大灯当作暗号 并亮着车头灯 但这一等三小时过去了 绑匪始终都没有现身 小华的绑匪怎么可能轻易现身呢 愿嫌犯也不敢确定 男同家属是否偷偷报案 因此多次更改 交付赎金的地点 从金布机场 在拉魁市区 中路的大韩剧场前 没多久绑匪又更改了交付赎金地点 又家属到一间炸鸡店 离边嫌犯也打给了坑号的妈妈 难道熟人条件变了吗 家属报案被绑匪发现了吗 一旁监听的专案小组人员 听着对话内容 连任歹徒只是在刺激家属 救命 找你 也欣慮你 2分以上 道德国�是精 Do said 国 Leon Adity 甚至云 étaient 是 ADjas 總之 很好失踪已经一个星期了 专小组却是一冲莫展 绑匪也始终不让孩子 跟父母讲上话 这让夫妻两人备受煎熬 这时嫌犯又更改了赎金 交付方式 很好的父母就此亲切 尽管被绑匪玩弄着 却只能按照纸条上的指示 找到布告栏 依照线索找到下一张字条 嫌犯的闯关游戏折磨人心 就在最后一张字条上 嫌犯留下了银行账户号码 要家属赎金汇入 绑匪的这个动作 让警方有了新方向 做追查账户 要追谁去领钱 银行行员 凭着印象 说那是一名年约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身高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一口全落到口音 当时在领钱时 原电脑显示账户凍结 接上他的这个反应 由于当时银行 并没有建置完善的监视系统 并没有录下嫌犯身影 只能凭借着行人的印象 画下嫌犯画像 这个人到底是谁 却单纯为了钱 还是跟孩子的父母 有什么纠纷 我们的朋友 你能这样吗 你真的要闭嘴 很好的妈妈是他的继母 全职家庭主妇 没有与人结怨 很好的爸爸思来想去 会不会是前妻的弟弟 也就是小舅子 因为他失业 曾开口借钱被拒绝 与前妻离婚时 因为协助帮忙 前妻却没有分钱给他 是因此怀恨在心吗 加上绑匪银行的人头账户 又是小舅子朋友的名字 让警方把他列为 重要简疑人 不只自己相似 就连讲话的声音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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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痛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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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闻比对 很好的舅舅与绑匪电话录音档 相似度高达92% 但嫌犯拿着不在场证明 很好被绑架当天 换人并不在首尔 加上行员指认 领前的并不是眼前这名男子 让案情再度 帮飞领前时账户被冻结 发现了家属已经告紧 但嫌犯还是想拿钱 他再度来电要求家属 还上9点半前将装有现金的替代 放在游轮园内的一个铁桶上 尽管很好的爸爸已经身心俱疲 在希望中他抱着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 他只求这一次能看到他的新疆宝贝 国际学校3학年儿的遗失 国际学校3学校3学校3学校4月 后遗失 人发现了 很大型的猪疑 准备一样人 人拿着直到 这个人 人看了 9号事发生第44天 在汉江附近的下水道被人发现 他眼睛嘴巴被貼上膠帶 手腳被尿用成反綁 已經死亡多時 法醫解剖香宴 發現南童胃裡的殘留食物 就是剛好失蹤那一碗所吃的東西 研判綁架第二天 就已經被死漂 44天的煎熬等到的是孩子冰冷的遺體 綁匪六十通的恐嚇電話 把家屬警方彎弄於鼓掌間 專小組研判綁匪不止一人 儘管出動了大量警力 再不過400多位嫌疑人 判差至少28000多人 但凶手至今遭遙法外 我去找你 不要再找你 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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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運 我去找你的 孩子失蹤 總是家長心中永遠的痛 看完了南韓 接下來來看到 這起日本三大選案之一 時間要回到1989年 日本一名四歲男童松岡生死 當天他在親戚家的實踢上 男童的爸爸請他等他一下 但是沒想到才短短的20秒鐘 爸爸回頭要找孩子 男童卻離奇地消失了 而由於這個台階 每一個時階就高30公分 沿途還長達10公尺 大人要爬都不輕鬆了 更何況是一名只有四歲的小朋友 家人懷疑會不會孩子遭到綁架呢 但是始終沒有接到 任何一通綁匪的電話 而這起失蹤案 被日本媒體稱為神隱事件 松岡的爸媽找孩子 找了29年都沒有音訊 直到2018年出現了一絲曙光 電視台有一個尋人節目 節目中出現的就是他 自稱是和田龍人的男子 他說他四歲的時候 跟父母走失了 跟著一名叔叔離開了 而且他長期被軟禁 完全不清楚自己是誰 不過這名男子 他跟失蹤的男童 兩人的長相相相當相似 就連臉上的傷疤位置 也都一模一樣 而他會是那名失蹤29年的男童嗎 2018年在日本有一檔 尋人節目緊急公開大搜索 專門幫失蹤者找回家人 尤其要幫走勢的孩子 長大之後找到親生爸媽 其中這一位前來報名的年輕人 讓觀眾印象深刻 這次節目上來了一位叫做 和田龍人的年輕人 他在節目上 是為了尋找Z的親人 他的出現讓絕望中的松剛一家 頓時有了一次希望 他和喜芳說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 他依依稀稀的回憶到說 大概在四歲左右 好像和一對看起來 像父母一樣的男女 坐著車來到了一個 不認識的大叔家裡 從這個時候起 他就被這個大叔 一直軟肩在這個房間裡 等等這位年輕人四歲遭到軟禁 這個年紀和當年四歲的小松剛 消失時一模一樣 不只年紀對上了 長相也十分相似 把小松剛跟和田龍人的照片重疊 對照一看 不僅臉型一樣 五官和眉宇之間都有高度雷同 一位有網友 將和田龍人和身詩 以及松崗震盛的照片 放在一起對比 發現他們的重合度很高 直接對照三人照片 雖然眼睛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鼻子形狀完全吻合 和田龍人和松剛爸爸的側面 彷彿父子 而這些都還不是最驚人的 更讓松剛爸媽震驚的是 眉毛上的這個特征 另外根據公布紳士的身體特征 可以知道他左眉上面 有一個很淡米粒大小的傷疤 和田龍人被發現的時候 正好左眉上也有一個傷疤 節目一播出後全日本炸鍋了 所有人都在期待 兩人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製作單位繃緊神經 趕緊對眼前的年輕人 追問更多細節 2014年7月29日 這名男子被人發現 昏倒在愛知縣 一家大型商場的廁所裡 身體極其虛弱 之後被立即送往了醫院搶救 所以在他的記憶當中 自己的名字和年齡完全不智障 對日語更是一字未知 不懂日語的年輕人 拼拼湊湊 靠著微弱的記憶 寫下了一組歪七扭八的詭異數字 當年警方找到男子時 曾經在職上留下這一組 不知所云的片假名和英文數字 S61 這裡頭竟然透露出一個神秘的年份 通過對這幾個看起來 特別扁扭的文字 進行了翻譯之後 S61代表的是日本天皇的年號 即當時的少和61年 這個時期在功力上是1986年 根據推測 1986年有可能就是和田龍人 正確的出生年份 小松剛和年輕人之間 確實有許多相同之處 比如都是被父母帶了出去的 而且帶出去的時候 也剛好是四歲左右 警方得知後 趕快聯繫松剛爸媽 跟和田龍人到醫院做DNA 親子鑑定 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關鍵答案 就在謎底即將揭曉前 得到了這樣的消息 親子鑑定的結果出來 結果就是和田龍人 並不是松剛鎮身的兒子 這個結果出乎意料 也讓所有人大失所望 松剛生死如同煙霧般消失的 無影無蹤 隨著農曆七月的到來 有越來越多難以解釋的事情 再度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回到 1986年美國的康乃迪克州 看看這棟房子 非常漂亮的白色外觀 加上前方還有庭院 看起來相當的典雅愜意 對卡門一家人來說 住在這裡當然也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然而當他們住進去之後 卻遇到一連串的超自然現象 難道這是在冥冥之中 有一股力量正在驅趕著他們嗎 小孩子來到剛搬進的新家 興奮地討論想要哪個房間 對於來到這裡即將展開的新生活 充滿期待 1986年艾倫與卡門夫婦的大兒子菲利普 因為罹患癌症 時常得要在紐約與康乃迪克州之間奔波 每次都得花上超過八個小時的路程 才能接受治療 為了減輕孩子的負擔 太太卡門決定找出權宜之計 我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你問多少多少 我會給你第一月免費 如果我沒必須結束 這壞的訊號 卡門開車經過醫院附近 看到了有一棟含有前院的房子 正掛起出租牌子 詢問之下認為房子的大小 租金或是和醫院的距離 都非常完美 因此決定租了下來 全家展開新的生活 沒想到住進去之後 卻陸續發生難以解釋的現象 樓上傳來重重的敲打聲 原本以為只是孩子的腳步聲 不以為意 但要用餐時 又一定有人在惡作劇 為甚麼 為甚麼 我把柠檬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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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爺,Steven 我和我一天 他说,我们必须留下来 这个房子是邪魔 是邪魔的邪魔 是邪魔的邪魔 我把柠檬放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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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被迫到外面 它被迫披抖 它是在家里面 有个检架的房子 在家里面 我跟她说 我把柠檬放在外面 仿佛像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 被这群刚搬进来的住客 表达不欢迎之意 但对于超自然现象 不怎么迷信的卡门来说 原本都不以为意 直到有一天让他眼见为凭 我看过因为它们发光了 因为它们发光了 然后我看过来 然后它们发光了 然后她们发光了 然后她们发光了 然后我上去到她 然后她们跑到樓梯 然后我跑到屋里 然后我跑到屋里 我妈妈和伴侦和她们 我问她们 如果她们跑过来 然后她们说她们在室内 从原本只有感觉不对劲 到家人陆续看到不明人形 这股神秘力量似乎越来越大胆 甚至开始出现攻击性 起早到一半 却被用运连紧紧鼓住 仿佛就是要夺命一般 就连原本要治疗癌症的大儿子菲利普 也仿佛像是被附身一般 情绪变得暴躁 极度不稳定 他有书筹或书筹 他會寫詞、書籍、書籍 他會寫什麼東西 很多都是很暗 就足夠讓我去我安靜 以為我擔心 他很瘋狂 就開始一直攻擊 Brad 讓你瘋狂 沒關係 我記得要把他們打開 我和 Matt的戰鬥 難道是因為身體狀況不佳 讓未知的力量可以趁虛而入嗎 菲利普時常表示 會一直看見同一名黑衣男子 突然會有自殘行為 甚至還有一次 趁著半夜發瘋似的攻擊表內 這讓媽媽卡門不得不忍痛 將她送往精神病院治 但剛才他進入醫院 他給他們兩人提出了一名的訊息 他說 我現在出門了 現在我出門了 它會後來你 然後會變得更加壞 離癌的大兒子 在離開家之前的這段話 說他就會跟隨著你 難道是對家人發出了警告嗎 而隨著屋內這股神秘的力量 越來越具有攻擊性 他們一家人求助無門之下 找來了知名的驅魔達人 華倫夫婦 沒想到他們一進到屋裡頭 就感受到巨大的壓迫感 進一步調查 還發現了半個世紀以前 關於這座豪宅不為人知的真相 我們不太知道了 除了當她在電話上 她在電話上 我去到樓上 一朵間進入第一座房 一朵就很過分 悲傷感 一进到屋内 就连见过不少离奇事件的华伦夫人 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他们决定花点时间住下来 要来看看这个屋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想到经过九州的调查 真的让他们听见了一个诡异的声音 当我们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的屋子里 不是因为我们在睡 但是我们在那里 然后你会听到那锤匙 出发了一项 出发了一项 所以 Ed 出发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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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夜里没有人的地方 却传出链条运作的声音 这可让华伦夫妇明白 这栋房子真的是有蹊跷 而且进一步追查 却揭开了半个世纪以前 不为人知的经验 看这个 一个材料的材料 这就是Ramsay Aikman 这就是他的房子 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 Psychical Research 恐怖的降临仪式 透过具有特殊体质的男孩 让王者家属 合以和侍者脱偷 原来艾伦与卡门一家人 住进的这栋白色房子 在数十年前 曾经是个殡仪馆 甚至还传出 有如邪教般的仪式 让整栋楼的阴气更旺 然而在这次 没有异常的外观之下 其实走进地下室 却还是留有过去的阻击 有两个部份 有两个室内 有两个棺材 一是一个血流的地方 还有其他地方 有一些地方 他们会带来的体肢 来看 我认为 我认为 我的天啊 为什么会这些困难 还要有来 为了一家人的家人 和一个年轻人 最后一天,我们下期二的什么是真正的故事 你可能会说我们的故事 什么是有一个小屋的家庭 在Southington 有什么是在此之后 而 Elizabeth McGuire brings us the latest 我仍然害怕的这个家庭 老名的 ghost hunters Ed and Lorraine Warren 被叫他们说他们听了 他们听了一些声音 发生的家庭 是一种的家庭 的公司是在座椅上的地方 还在在座椅上 透过新闻画面揭开屋内的真实景象 华伦夫妇接下驱魔委托 让这栋康乃迪克鬼屋瞬间声明大噪 但或许是留在屋内的怨念太深 想要驱魔单靠华伦夫妇也难以招加 The bishop assigned two priests to come One of the priests was an exorcist The other was a very high ranking clergyman, catholic priest And they both came there and said masses They both wrote letters to the bishop That the house required an exorcism But they didn't want to be the priest To be picked to be the exorcist So this is where you're trapped Don't worry Whatever you may have done We're not here to punish you Only to free you 主教找来了另一名神父 替这栋宛如被诅咒的房子进行驱魔 当天屋子前的大树 在无风无雨之下突然断成两半 临近地区也出现难以解释的大语言 Philip would be released from the mental hospital About a month later After the exorcism had transpired He not only seemed to be in stable condition But appeared much healthier 看似驱魔之后 Philip的病情有了好转 但过没多久 他却突然离奇死亡 还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凭解 然而到底夺命的是疾病 还是曾经的恶灵缠身 这起被称为 美国官方唯一承认的超自然事件 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 感谢您今天收看 我是李嘉明 重备时间线 我们下周再见